张华县为了促进全国消防机关对PTSD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重视 率全国之先与内政部消防署 22日在统一度假村陆港文创会馆国际会议厅 共同办理一场国际研讨会 张华县长主播员出席与会 研讨会有张华师范大学教授 也特别邀请来自日本及美国的专家 一起研讨分享PTSD 消防同仁是英雄 是值得敬佩 但是毕竟也是凡人 在一个重大的灾难现场 就像我们张华县历年来最大的灾难 1999年的921大地震 那时候我是副县长 担任前线的指挥官 我们现场有很多都是当时的战友 我们可以充分体验到 人生的无常 天地的无情 以及灾害的不可预测性 同时在现场救灾的压力 随时面临失去生命的威胁 同时我们也会亲眼目睹很多人生不幸的悲剧 我们也期待那些受重创的民众的生命 可以及时得到挽救 所以这些压力加总在我们消防同仁 一线救灾人员的身上 绝对是必须要加以重视 必须要有妥善的应令对策 来加以疏导对治 来让我们的同仁得到输解 消防人员比一般公务人承受更大的压力 主要来自于不管是救灾救护 任何一个救难现场变化万千 有非常多的压力接踵而至 尤其是救灾后 我们从以前的案例可以看出来 消防人员在灾害现场 他执行完救灾 他回到他的队上 在以前老前辈会坐下来 了解他们的心理状况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很快地 恢复平常的一个心理素质 让他可以以最好的一个心理状态 执行下一场的救灾救护的任务 卓县长表示 将化线开封器之先 让全国消防局代表同仁参加此次研讨会 希望PTSD问题能得到普遍重视 彰化县政府消防局也与彰化师范大学 共同订定创伤后压力正后群因应对策执行计划 协助消防人员在执行重大特殊请勿之后 第一时间将压力宣泄 希望结合专家、医界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经验 及时发现、重视 并能够让同仁免于PTSD的威胁 公益频道林俊明入港采访报道 警察开封器之后 警察共和国内外专家的经验